天州5号是中国首艘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完成两小时自主快速交汇对接的货运飞船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创造了世界纪录 也对提升空间站任务应急物资补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11月12号10点03分 搭载天州5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六运载火箭 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 从10时03分按下发射按钮 到与空间站交汇对接 天州5号货运飞船仅用时约两个小时 这也是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迎接货运飞船来访 与天州货运飞船死前的6.5小时快速交汇对接相比 天州5号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方案的调整 一是优化了交汇对接的控制制导策略 将远距离引导过程 由多圈次压缩为不到一圈 将多次变轨压缩为两次综合机动 该部分用时由原来的约4个小时减少到约1个小时 二是在近距离自主控制阶段 减少了多个用以确认飞船状态的停泊点 类似动车组减少京停车站数量一样 加快了接近速度 该阶段时长由两个多小时缩短为约40分钟 这一技术突破对于提升我国空间交汇对接水平 提升空间站任务应急物资补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突破可以极大提高我国太空紧急救援能力 大大缩短运输时间 如果将该技术应用于神猪载人飞船 将大大减少航天员前往空间站的飞行时间 这也标志着我国的自主定轨技术精度更高 综合制导技术水平更高 飞控流程更加优化 交汇对接模式更加多样化 功能更加丰富 适应能力更强 使我国空间交汇对接技术更趋成熟的体现